有些小朋友画出的风车是这个样子 嗯,这个 今天小贝决定给他美容一下 你准备好了吗 首先先画一个花瓣丝的顶子 画两条弧线 再用一条弧线连接起来 里面再画上两条弧线 顺着弧线的焦点 我们一字画上四条斜直线 长度不要一样长 然后在下面用粗直线两两的连接起来 接下来在中间的位置 先画出一个实心的长方形 然后再画出一个门 为了让门有质感 先画满有间隔的直线 然后再轻轻的涂一遍颜色 这样门的质感就出来了 给塔体涂颜色试 先把轮廓线描凑一下 然后由上往下画竖线的方法涂 靠近轮廓的一侧颜色重一点 另外一侧轻一点 可以先轻轻的涂一遍 然后再加重一下 中间位置同样的方法轻轻涂一遍颜色就好 最左侧的轮廓不用涂颜色 可以画上一个窗户 塔顶涂颜色的时候 先把轮廓描凑一下 最右侧对应下方涂颜色 中间位置画上一小圆圈 在中间位置往外画出风车的翅膀 风车的翅膀画一长条形状的长方形就可以 然后用两条横线多条竖线 给风车的翅膀画出小方格 这样风车的翅膀是不是漂亮了很多呢 对应的一侧 同样的方法画上一翅膀 注意要和第一条翅膀的方向相反 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两根翅膀给画出来 画完以后轮廓再描粗一遍 增加立体感 风车的身后可以画出草丛装饰一下 压的铅笔用画圆圈的方法画出草丛的轮廓 再用画圆圈的方法涂一遍颜色就可以 右侧同样的方法处理一下 门的正前方用两条S线画出一条小路 然后把小路内部全部涂黑 轮廓上画上点小草 在小路的两侧空白处点缀上小草碎 再补上一点细节 今天的风车就画完了 你学会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晒出你的作品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